如果今天我學學生 打扮你這個老師應該不太可能 我被你嚇跪 差不多啦 差不多 不可能 我今天根本就不公平 我我我 哈囉大家好我是珍珍 我今天來教你們畫畫 初學者會非常建議使用 壓克力顏料 基本上壓克力顏料呢 它算是屏溪 算是一個工業顏料 然後呢如果它碰到手的話 其實搓一搓就掉了 非常好清洗 那再來呢 它的媒材因為是水 跟油化最大的不同呢 油化是油 我們使用的壓克力顏料跟油化 都算是加法使用的 可以做出肌理還有顏色層次 我們今天要畫一個簡單的主題 那這個簡單主題說起來簡單 但是其實有很多技巧成分在裡面 那我就邊示範邊講 壓克力顏料打底 我們先不加水 讓它的畫面底層 是有厚度跟扎實度的 所以就直接沾顏料 那顏料要夠多不要怕 顏料這麼厚 把整個畫布塗滿 好有沒有塗滿的分別在於好 像這樣就沒有塗滿 有一些白色格子 好那剛畫完橘色之後呢 第二個顏色用深黃色做漸層 已經幾乎沒有什麼 濕潤的顏料在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換色 不用洗筆 快速的把它們暈在一起 線盡量都比直 接下來換下一個明黃色 你一這樣看到有漸層漂亮的畫面出現 就停手 鍵板就手不要再動它 再淺的話可以加白色 然後壓克力顏料因為它覆蓋性很好 所以就完全沒有畫錯的問題 假設你中間又覺得畫得不好 就直接再蓋上去而已 好接下來往下我們要做出海 空間感像怎麼做呢 所以你在畫畫的時候注意這幾個特性 海平面的地方線要直 然後對比要乾淨 所以可以用到乾淨的白色 打完底之後要吹乾 雲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畫 那我們今天教簡單的一兩種 白色然後薄薄的 第一種方式你可以畫圈 上面是銳利的下面是霧的 雲的話堆疊就從後面的做來前面的 任何東西都是從遠的做來近的 那還有一種比較虛無飄渺的雲 你可以這樣子畫 然後頭尾都要勾起來 它才會有飄的感覺 那你中間可以換畫太陽 點一個白點 你也可以用手把白點勻開 四周還沒乾的時候 水紋的話你們可以換尼龍刷 因為尼龍刷就是扁的 你在畫板上左右這樣翻一下 讓它筆是那個扁扁直直的 這樣可以畫出比較細的線條 然後畫水的時候呢 要注意遠的比較小 所以要從窄的水紋畫來寬的 好 最後就是整理畫面的和諧性 或者是聚焦感 或者是對比 深藍色在四周的話 會有讓光線聚焦在中間的感覺 收尾的話教你們做比較難的 太陽光 光束的話呢就是薄薄的顏料加水 讓這個筆刷上的顏料是半透明的白色 然後是深呼吸核心用力拉線 拉的時候要 最後要勾起來 不能停在畫面上 會有筆刷痕 好 這就是今天教大家的 壓克力風景畫 這算是技巧很多 那希望同學們在家 疫情期間呢 也可以學著畫畫 作業是這張畫 你就照著我剛剛所有的步驟 試著先淋摩出 這樣的畫面 OK嗎 OK嗎 好 接下來就讓我們 試試今天的 壓克力顏料的挑戰喔 GO 握個頭啊 這次顏料要很多很厚嘛對不對 很棒啦 好像在調水彩一樣 我告訴你 它是要一筆畫到底會比較好看 那這樣你是要換筆嗎 因為這樣顏色差不多應該還好 沒有漸層啊 我現在看你的顏料 對 關於Moyne老師 今天我挑戰壓克力顏料 如果你輸了 你會有什麼 需要 是不是需要一個什麼懲罰 你覺得 為什麼是我輸 所以就是用最基本的黑白灰 勾勒出越簡單的顏色 可以凸顯我的實力 是因為一種的色彩 絕不會調色嗎 並不是 策略喔 就是靠平常的梅乾嗎 我怎麼也是蠻可愛的 蛤 那個巧克力顏料都要吹乾啊 為什麼是巧克力顏料 我先細胞整個 砸起來了 謀略 有點沒感覺 哈哈哈 哈哈哈 有考你 完筆在幹嘛的 發細部的啊 在還有講 雲的話呢 你們可以使用這種玩法 賓ενD結局 藝術這種東西是沒有結局的 聽不到 有了有了 剩一個節奏 現在上面白白的那樣是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龍嗎 一般數學者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子喔 你拿好了 我的理念就是 用最簡單的時尚的色調 我覺得這就是藝術 這個你 因為藝術這種東西 是沒有 沒有想過 對不是 藝術這個東西是無否圓 那老師作業是風景 怎麼問你這是哪 這是風景啊 為我們人類帶來一種希望 換面前的重生就對了 欸你不要插話好不好 對啊 好 實現 還沒講完 然後呢 這個希望 怎麼會剪光 怎麼會講 你幹嘛遮起來 我這個畫就是 跟老師的風景一樣 就是照 因為我們就是 學畫 在還沒有學會走之前 不要學會跑啊 跳啊 那很容易就 走進去 掉到地獄裡面 但是我有跟隨 老師的一些技法 曙光也有畫出來吧 有吧有吧 老實說 如果我是掛在房間的話 我覺得那個 看起來比較有藝術氣息 我會放在可能 廁所嗎 哈哈哈 也滿適合 五字桑林現場 之類的 哈哈哈 可是如果左邊那風景畫 拿回家掛 我就覺得有點多 我常常都會 我真的自己創作 你覺得 不要來買的喔 蛤 不要買的 喔 好 我覺得以創作的話來說 是非常完整 跟有想法的一張作品 但是 以 實際的技巧面來說 很多技巧是可以再加強 例如那個 顏料的厚度 我就滿喜歡這張的耶 我覺得這個可以 我覺得這個可以 好 二號參賽者的作品 喔 這也不錯耶 哇 還有鳥耶 而且我剛剛說的那些技法 完全都有使用在畫面上 右邊那個是船嗎 你說這個嗎 應該有個 八十五分九十分 不錯啊 老師如果你的畫室裡面 現在只能掛一幅畫的話 你要掛誰的話 我要掛左邊的 你要掛這個嗎 對 來那個 德江感言 幹嘛啊 我先掛他的 五福法靈界 你今天是先練技巧啦 對啊 對啊 信仰有更多工具 你才能表達一下表達的創 老師所以 等一下你的畫室 只會剩下他的這一張畫 哈哈哈 沒關係啊 我們再待會兒去做紀念啦 對 好老師謝謝你喔 那我覺得兩個不錯耶 謝謝謝謝謝謝 要繼續畫畫兩個很有天分 喔謝謝謝謝謝謝 優秀優秀 好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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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所以 乖 自己